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邮报 关于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自从上个星期,德州和佛州的两位州长 把吴振克送给了前总统奥巴马和现任副总统贺锦丽之后 很多人一直都在盼着,什么时候也能给大总统拜老爷子也弄两车过去,意思意思 在很多小伙伴盼星星盼月亮的盼望之下,终于派来了希望 从某些迹象来看,现在佛州州长德桑迪斯统治似乎正在为拜老爷子的移民大礼做准备 今天一早,新闻周刊爆料,说德桑迪斯的移民飞机正在飞往乔拜登的家 这个消息是来自飞机航班追踪网站,叫Flytrader24,数据追踪得来的 说根据上周为德桑迪斯出飞行任务的这架飞机,就是把吴振克送往马沙葡萄园的同一架飞机J328 这架飞机呢,今天的飞行计划是,从美东时间20号,就今天上午8点,从德州的圣埃东尼要起飞 10点03分,降落在佛州的Crestview,短暂停留十几分钟之后 接着又在10点17分,再起飞,飞往特拉华州的特拉华沿海机场 然后呢,在下午的2点30分,离开特拉华州沿海机场 再飞往新泽西州的提特波罗机场 大家都知道,特拉华州呢,是乔拜登同志的老家 特拉华沿海机场,距离拜登的度假屋所在地 里霍博斯海滩,大约呢,是40分钟的车程 所以呢,很多人认为,这一次德桑迪斯的这个送人地点,可能就是拜登老家 好,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截至我们本期节目的截稿 我们呢,还没有看到这架飞机啊,具体的一个确切消息 估计啊,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啊,就会有确切的消息出来 估计呢,明天拜登同志的邻居们啊,就该上他们家敲门去了 啊,你给我们弄来那么多的amigo啊,干什么 所以呢,这个拜登同志啊,赶紧回家去看一看吧啊 啊,好戏刚刚开始,小伙伴们啊,赶紧搬好小白灯 又热闹开了悠悠 18号,拜登宣布,说新冠疫情已经结束了 啊,那么这个说法呢,在美国引起了广泛争议 啊,众说风云呢,现在是 啊,有人说啊,结束了 啊,也有人说呢,没结束 啊,还有人说,从政治层面上是结束了 啊,医学层面上没结束 你看,这个事情啊,闹复杂了啊 老白同志的一句话啊 啊,不仅引发各界的广泛争议啊 同时呢,也把那几个做疫苗的公司啊 股票呢,是弄得一跌一跌的啊 要是真结束了啊 这些疫苗公司赚谁的钱呢 啊,当然啊 在共和党方面啊 肯定是批评的啊 拜登你说这个疫情结束了啊 来,你们睁大眼睛看看啊 怎么就结束了呢 啊,不管反正是拜登说的啊 共和党肯定就是批评啊 在政治层面上啊 是不讲事实,只讲立场的 嘿嘿嘿 所以说啊,共和党说的话呢 我们就不听了啊 但是呢,我们可以来听一听啊 一些专家的看法 那么对于老白同志的说法啊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传染病学退休教授 叫舒瓦兹伯格 他说,根据医学定义 我们仍处于疫情之中 只不过,人们现在已经选择 在心理上和日常生活中 不再对它做出反应 在人们的心目中 世界已经停止应对疫情了 我们的社会也不再翻天覆地的去处理它了 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政治和心理层面的看法 并不是传染病学的看法 哎呀,你看 意思就是说 拜登说的已经结束了 他说的只是政治层面的结束 和大众心理层面的结束 而从传染病学的角度来看 疫情并没有结束 哎,你还别说啊 他的这个说法 确实是有点意思啊 比较清楚啊 高人呢 高人轻轻一点 就拨云见日了 我觉得啊 这位叫什么伯格教授 说的还是有些道理的 从传染病学的角度来看 每天上报的这个新增病例 都还在六万多例呢 实际上可能还会更多 每天平均死亡的人数 也依然还维持在四百人左右 你看那么多人确诊 还有不少人死亡 你怎么就说这个疫情结束了呢 所以说从传染病学的角度来看 这个传染病 它依然还在传染呢 谁说结束了呢 是不是 但是呢 虽然现在每天都还有那么多的确诊病例 但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美国群众在很大程度上 似乎已经摆脱了疫情的包袱 说有46%的人表示 他们已经重回到了疫情前的生活 到目前为止 大约只有37%的人 外出时还会戴口罩 也就是说 另外的63% 也就是大部分人都不戴口罩了 所以说 从大众心理的层面来看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疫情基本已经结束了 只有少部分人可能还没有结束 好 那么第三个角度 政治层面 从政治层面来看 因为鉴于大众心理层面的普遍认同 大部分人认为疫情已经结束了 那么这个疫情就得结束 因为疫情对我们的生活 看起来好像已经没有多大的影响了 这个时候 你联邦政府还在揪着疫情这个问题不放 那你可不就是违背民意了吗 老百姓 群众都说结束了 你政府还说没结束 那你就是跟我们对着干 是不是 尤其是现在马上就要齐一种考试了 你再这么搞下去 把选民搞急了 不选我们怎么办 所以说大部分人民群众的看法 这个就是政府的看法 所以呢 为了赢得民意 所以本届的民主党政府 就必须得顺着民意而下 选票决定政治吗 所以呢 从政治层面来看 疫情确实也是结束了 因为这是政治需要 政治需要疫情结束 它就必须得结束 现在呢 美国的政治是需要疫情结束 所以呢 它就得结束 而在我们这个地球的另一端 在我们那边 政治需要疫情不结束 所以呢 它就必须不能结束 所以说 现在这个世界 病毒不是根据传染病 来防治 来定义的 而是根据政治需不需要 来决定的 你看这个世界 有意思吧 所以我们经常讲 你要是把政治太当一回事 太当真了 那你就是傻了 昨天呢 我们在节目中 作为第三方国际自媒体 我们已经做出了一点点的猜测 我说 拜登同志 在这么一个非正式的场合 抛出这么一个重磅消息 说疫情已经结束了 我说 他这是一种老练的政治手段 这样做 他是进退自如 风险不大 要是说错了 我就是糊涂了 是不是 要是说对了 你看 我提前就已经说过了 进退自如 今天 华尔街日报 也做出了类似的分析 说 这股乐观情绪 反映出 政府急于向民众展现 抗议成效 也就是说 拜登同志 急着说疫情结束了 从政治层面上来讲 你看 我们抗议成功了 这是政治的需要 那么为什么要急于展现呢 这不就是马上要其中考试了吗 防疫也是要算成绩的呀 也算一个科目啊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科目啊 比分很重 这个分数啊 施不得 所以呢 从社会面来看 算政治账的话 美国的这个疫情 必须得结束了 你看 防疫的问题 关键要算政治账 知道吧 我们要深刻领会 民主党中央 白登书记的讲话精神 不过对于拜登同志的 非正式宣布 疫情结束了 也有人表示反对 我们反对 说你这么讲 那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一个非党派 国会独立监督机构 这是监督国会的机构 叫国会审计处 说 根据数据显示 目前每天还有约400人 因新冠而死亡 还有多达2300万人 为常新冠所困扰 就是说 新冠的后遗症所困扰 所以呢 部分公共卫生领袖认为 政府在这个时候 宣布疫情结束 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你看 刺头这是 专门跟政府作对的刺头 不跟民主党中央 保持统一战线 应该把这些人 人尽学习强国软件 好好的学习一个月 你说 他们说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啊 他们是从传染病学的角度 看问题的 但是呢 出于大局的需要 我们有时候 不能只从专业角度 看问题 还是得从社会面 政治面的角度 来看问题 另外呢 还有一个 比较认真的学者啊 认真的 严肃的 从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的角度出发 诠释了 疫情的定义 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啊 乔治华盛顿大学 米肯公共卫生研究所 客座兼任助理教授 叫温灵岩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华裔教授啊 他说 疫情的其中一项定义 是改变我们生活 工作和上学的方式 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 新冠肺炎 不再主导我们的生活 人们已了解 传染病的风险 比较像流行性感冒 而不是可怕的致命疾病 你看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不错啊 高人一点波 又有一种波云见日的感觉 就是不再主导我们的生活了 这个疫情 也不会再改变我们的生活 工作和学习了 就跟流感一样的传染病 那你想 这还算是疫情吗 这确实又是一个思路 是不是 就是现在呢 思路比较多 说法呢 比较杂 所以说 疫情这个东西呢 在美国 已经变成了 跟性别差不多的问题 你认为他有 他就有 你认为他没有了 他就没有了 就像我今天认为 我是男孩 我就是男孩 明天我心情变了 我认为我是个女孩 我就是个女孩 民主党 这是他们所认为的 你看 所以疫情也是这样 有就有 明天没有就没有 关键是在于你怎么认为 而不是在于他是否存在 明白了吧 所以说啊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吧 说的有点晕 也就是说 美国的疫情 从社会面和政治面来看 已经结束了 但是呢 从传染病学的面来看 没有结束 拜登同志 你给大家出了这么难的一道题 你看 做的头发都快掉了 美国的非法移民 这个州 那个州 送来送去 现在呢 终于出事了 18号 一名被德州送往纽约的 无证移民 在游民收容所 自杀了 出人命了 人家说 这个世界不要暗了 暗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呢 千辛万苦 从异国他乡来到美国 结果呢 生命就停止在了 这个他们心目中的梦想之都 让人是不胜唏嘘啊 根据报道说 这位自杀的年轻女性 是一位母亲 她和她的两个孩子 一个呢 是15岁男孩 和一个7岁女儿 来自哥伦比亚 他们呢 一直住在皇后区的 霍利斯家庭庇护所 据报 这位自杀女性的尸体呢 是被她15岁的儿子 发现的 昨天 纽约市长亚当斯 在声明中说 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寻求庇护者 来到我们的城市 来到这个国家 寻求更好的生活 但可悲的是 昨天一名寻求庇护者自杀了 她说 这个事件非常不幸 这显示出 纽约移民问题的紧迫性 如果刚到纽约的移民 有需要的 市府可为他们免费提供 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我最近心里也有点不太健康 不知道能不能也给我提供一个 给我也弄一个心理咨询服务 尽管亚当斯他没有直说 埃博特应该为移民女性的自杀而负责 但是他却强调 埃博特加剧了危机 便认为 这个人为的人道危机 是德州州长等人的过错和责任 意思就是说 这个还是你们的责任 人家自杀了 虽然不是你逼的 但是呢 这肯定是你的过错和责任 在你们的地盘上自杀了 怪人家的责任 亚当斯还强调 说管理收容系统的 市社会服务局 对这起悲剧没有责任 这位移民女性的经历 使她受到重创 这和彻夜在大巴站和收容所 为移民而服务的人们无关 也不是市府的失败 意思就是 这就是你们德州的错 你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送到我们纽约来 所以说你看 导致他自杀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我现在有点越来越看不明白美国的事情了 这些民主党的思维 我们是跟不上了现在 所以说赶紧给我弄一个心理服务服务吧 我的心里也有点不太健康 说根据目前的统计 纽约市在16号的晚上 共有56,334人 睡在收容所 其中有8000人是无证移民 收容所的床位闲置率已经不到1% 几乎已经全部都快住满了 由于这个收容系统无法再提供床位 12号晚上说至少已经有60个人 睡在了收容所的地板上和长椅子上 报道说 在收容系统供不应求的压力之下 纽约市政府在今年夏天 至少已有两次未能向游民提供床位 这显然违反了住房权益法 该法规定 市府因为任何有需要的人提供住所 你必须得给他提供住所 他到你这来了就是客人 你让客人睡在地上 地板上 睡在椅子上 你看你这像什么话呀 是不是 所以说亚当斯市长表示 当前的局势迫使市府考虑 需要改革住房权益法 意思说我们市府也承担不了 那么多人来了 但是游民维权组织不那么看 说你这个住房权益法不能轻易改 这是受州宪法保护的 如果你要是改了这个法案 那你就是违法了 你必须得保障 你必须得保障有名的这个住房权益 你看 站上了 你必须得保证 市府你承担不了了 承担不了的也得承担 八千名 这个无证移民 你就承担不了了 一百多万在德州呢 老爱同志 怎么能承受得了呢 是不是 要相互理解这个事情 是不是 哎呀 现在啊 纽约啊 确实 本来啊 就已经是满大街的游民流浪海 街头暴力啊 天天上演 就这些问题还没解决呢 现在这个老爱又给送来了那么多的非法移民 你说啊 让纽约的领导们怎么办 庇护移民嘛 是不是 这个听起来呢 一点都没错 但是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 如果说你连常规的普通的正常的国民 你都保护不好 你还谈什么庇护啊 还庇护难民 你把正常的国民 市民 保护好吧 是不是 走在纽约的大街上 大家现在都没有安全感 这些问题 没有人去解决 现在全部都把这个心思 精力 花在了这个非法移民上 这个埃伯特也确实烦人 不闲话 现在是国民 市民 自己的问题 一大堆 不解决 不处理 解决不了 处理不了 另一边呢 你又放那么多的非法移民进来 加剧国家和各个地方政府的负担 你说 民主党这是在搞什么 然后呢 州长 市长 一个个 你推我 我推你 搞来搞去 你们 你们能把这些移民 推没了吗 相互指责 这样有意义吗 现在 纽约的市长 亚当斯同志 说我们还正在考虑 要起诉 德州州长 埃伯特 把这些无政客 送给我们 你说有意思吗 这样 要来要去 那么 其实这个问题 归根结底 问题的症结 完全在于 拜登和贺锦丽政府 无所作为 一帮烂人 故意打开国门 放那么多的非法移民进来 你们这是在搞什么 这不是在搞乱美国 是在干什么 现在一个移民自杀了 你说这是德州的问题 当然 自杀这件事情 它确实是一出悲剧 是一个问题 但是 我们要从根本上看 根本上来讲 就是这个人 或者是这些人 原本 他们就不应该 在这个时候 出现在美国的 这个地方 根据美国的法律 这些人 这个时候 是不应该出现的 如果他们没有进入美国 那也就不会有 这些事情发生了 那有人说 那你不庇护他们 他们的下场 可能还会更糟 还会有更多的人死去 这是两个问题 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 一个有边境 有法律的国家和政府 你首先是不是应该 要保障你的边境安全 如果你连这个边境 最基础的国家安全 都保障不了 都管不住 还谈什么 人道庇护 人道灾难 还是人道主义 人道庇护 是不是应该建立在 遵守法律规则的基础上 所以说 现在存在的一切问题 都是实与拜登和贺锦丽 对边境问题的 不管不顾 作为一个总统 连最基本的边境安全 都保护不了 你们还有什么脸 继续再干下去 现在边境问题 已经是美国最重要的问题 没有之一 我觉得 如果这些共和党的州长们 要是不把这些移民 送到贺锦丽家 奥巴马家 和乔拜登家去的话 这些人 是不会有什么行动的 他们进来了 与我何干呢 是不是 只不过就是 多了二百万人而已 我们可以做个预言 如果再按照 民主党的这个搞法 继续搞下去 用不了几年 美国离第三世界 可能就不远了 所以说 大家都应该 自己想一想 我们也是移民 但是呢 我们都是合法移民 一个个都是千辛万苦的 离乡背井 我们来到美国 为了什么呢 索性 很多人的手里 还有一张选票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 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